阿寬 娘 今天的事你爹跟我說了 娘, 你是來幫爹勸我的 娘, 我跟你說爹不了解我, 我明白 但是我是你一手臭大的 我的脾氣性格你應該最清楚 我根本不會做生意的 娘當然了解你 你自小好動不喜歡讀書 娘也沒逼過你 娘還求皇師父收你為徒 讓你可以做回自己喜歡的事 但是有時候 人不能太自私 要站在別人的立場想 娘 你當是你最後一個心願 要把生意交給自己的兒子 但是你的兒子就一口拒絕 你會有什麼感受 不要以為 是你爹逼你做你不喜歡做的事 你就當是 為了完成一個老人家的心願, 好嗎 好, 娘要說多少都說完了 好, 娘要說多少都說完了 你自己好好地想一下 好, 娘要說完 你真是要我放棄 我最喜歡的武術 我先來吃 剛剛炸好, 還很香很脆 很好吃的 簡直是人間極品 幹甚麼, 還在煩你爹要你做生意的事 你說我應該怎麼做好了 你真的想聽我的意見 如果換轉是你, 你會怎麼做 我會聽爹說, 跟他學做生意 但是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 你不覺得是一件苦差嗎 我當然是苦差 但正如你娘說, 你爹年紀這麼大 難道你連他小小的心願都不可以幫他完成嗎 這樣對一個老人家, 而且還是自己爹 是不是看不敬人情 你也說得對 但是寶芝林現在很需要我 寶芝林還有這麼多兄弟 少你一個沒問題的 你還說, 你看 阿榮好食懶非, 不思盡取 阿蘇口齒不清, 亦沒有主見 阿佳年輕氣盛, 幼稚又衝動 阿七呢, 雖然說他的功夫不錯 但是他又不會說話 他們當中, 沒有一個可以獨當一面 撐著寶芝林 這個時候, 你說我怎麼可以離開呢 你不是說過你師公和師婆都下來嗎 但是, 他的年紀都很大了 那你就當給他們一個機會 看下沒了你, 他們能不能撐著寶芝林 也給自己一個機會 看下你能不能適應到新的生活 又當是給你一個機會爹 讓他開開心心地度過晚年 你是說, 我應該答應爹 嗯 放心吧, 我會向你的師兄弟解釋的了 我想他們也會明白的 而且, 又不是叫你永遠不回寶芝林 等你的生活上軌道的時候 再回去, 那就行了 好, 聽你說, 給大家一個機會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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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大家介紹 他就是我兒子繼歡 這位是梁叔, 行元叔和耀叔 好, 行元叔, 行元叔, 你們好 繼歡少爺實在一表人才相貌堂堂 真是有阿炳哥當年的影子 是啊 這件事只是我師父教導有方 師父, 誰是他師父 我是這樣的, 我還沒找到繼歡之前 他是跟黃飛鴻雜母的 炳哥, 你說的是不是就是佛山的黃飛鴻 這個黃飛鴻是出名的拳師 是啊 只有名師指導 難怪阿歡會不同凡響 以後你們三位要多點指點阿歡 這樣他才可以盡快接管公司的業務 炳哥, 你放心吧 我們會把你的兒子 當是我們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這樣看待 好, 阿歡 你以後要多點向三位細叔學習 他們是這裡的開國功臣 知道了, 爹 以後煩了我不在的時候 有什麼事就找阿歡 他的決定也是我的決定 阿歡, 來 阿歡 從今天起, 這裡就是你的辦公室 好啊 以後你就在這裡辦公 有什麼不明的地方就問梁叔他們 知道了 這張椅子是故意在英國那邊買回來給你的 你坐下看看是否舒服 好啊 好啊 爹, 你這張椅子是壞的 那張椅子哪有壞呢 這些是人家設計時候的特點 目的呢 是要讓你做得累的時候 坐上去, 舒展一下 多舒服啊 你真是小見多怪啦 看來呢 讓我精神好一點的時候 一定要帶你出去走走 讓你開一下眼界 我身體不太舒服 我先回去吧 爹, 讓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留在這裡熟習一下情況吧 爹, 不如等你身體好之後 我們再回來吧 有爹在這裡, 我覺得會比較安樂 你長大了, 還怕什麼呢 這個是自己的地方 將來就是你的了 你就是這裡的主人, 怕什麼 是嗎?我走了 還是不舒服 這樣就像樣子 不過, 還是不夠寶芝林的椅子舒服 我聽說家裡這幾天發生了一些怪事 不知道和他媽的病會不會有關呢 啊 發生什麼怪事 是這樣的, 我也是在我下人扇雅珍聽到 他也是在其他下人裡聽回來的 不是我親耳聽, 所以我不敢說 那些下人怎麼說, 你告訴我 是這樣的 昨晚有個下人打掃小樓的時候 聽到小樓的房間裡發出怪聲 啊?就是繼靈喜歡在那裡看書的小樓 就是那個小樓 梓華, 其實小樓那邊 經常都會有些樓羅媽稿捐進去的 所以可能會發出一些怪聲都不行 但是最奇怪的是, 在舅舅你暈倒的那一晚 啊?我暈倒那一晚究竟發生什麼事 哎呀, 梓華, 你說吧 這件事呢, 是和繼榮有關的 啊, 在那晚, 姑母說見到繼榮 什麼啊?她見到繼榮 嗯, 她還說, 見到繼榮站在窗外面 當我和梓華衝去的時候, 根本見不到有人 有這樣的事? 是啊, 當時我也在那裡 那時候, 我還以為他所見到的是幻覺 但是21點, 我始終都不太明白 當時我聞到一陣臭味 啊, 寬就說, 可能是前幾天 因為下雨, 河水上漲, 湧了些臭味 但是我就覺得這陣臭味 和繼榮死之前那一陣味, 很相似 難道, 是繼榮的鬼魂回來看我們 我聽人家說, 如果死了 他死之前有心願未了 或者是含冤莫白的話 他的鬼魂就會流亂人間, 不肯離開 進來 老爺, 公司有三位先生說有急事找你 要他們進來 是 請進來 丙哥 你們三個這麼早來, 是不是有事 是啊, 丙哥, 在這裡說話, 不太方便 哎呀, 這裡也沒有外人說 好, 是這樣的 昨天繼歡少爺他決定借錢給粗技公司 但是我們今天早上收到消息 而且已經證實了 粗技公司已經結束營業 他們的老闆都失蹤了 什麼話 哎呀, 你們沒有搞清楚人家公司的情況 就借錢給人家 照正來說應該是這樣 但是繼歡少爺沒有叫我們去調查 就叫我們借錢給他們 所以就這樣了 哎呀, 你們是長輩嘛 為什麼不提醒他 我們當時也有提交他公司的營業紀錄 但是繼歡少爺在辦公室那裡打拳 他忙一忙, 就決定這樣做 是啊, 我們也沒辦法 哎呀, 阿寬 你怎麼可以這麼粗心大意 我不是提醒過你的嗎 做生意要小心謹慎 爹, 當時是梁叔叔他們 說他這個人很可靠 所以我才借錢給他的 兵哥, 我們的確是這樣說過 粗技以前的確是很老實可靠 但是我們沒有叫繼歡少爺不調查 就借錢給他們 那你們又… 爹, 對不起, 是我不好 爹, 我看這件事不能掛了歡哥 因為他對做生意根本是一竅不通 當然會吃虧一點 要我看, 是他的心只顧著練拳 根本就沒有顧到公司 炳哥, 是你問起少爺在公司的情況 我們才告訴你 我們哪敢向炳哥說謊 是啊, 繼歡少爺 好了… 我現在有點不舒服 你們三位回去 粗技這件事, 等回公司再說 是, 炳哥… 你好好休息一下 那我們走吧 從今天開始, 你不用再回公司 爹, 那我可以不用學生意了 不是, 因為我知道 你根本就看不明白那些文件 根本不懂得很多字 所以我要你留在家裡 我要親自教會你 怎麼判斷一宗生意是不是可行 住中自有… 我不睡了 我現在… 快點兒 難道那個人又在我身後嗎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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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這次又是我的錯誤 我不相信 她 abbiamo Open 你現在是否 eve 我覺得有一陣子 的拳風在我的身後 我後來肯定進去 我不想抓不到你 你 أو 是你? 進來 剛才我在你公司找你, 但你不在 所以走來這裡找你 你不舒服嗎? 為甚麼不上班? 別提公司了 我第一天回到公司, 就已經做錯事了 現在被人罰留在這裡 我讀書寫字 那真可憐 對了, 別說這些了 前兩天我說我家出了怪事, 你記不記得? 嗯 剛才我在這裡練拳的時候 總是覺得身後有人 你相信我吧, 我沒有騙你的 這個人就在我身後 無論我用甚麼方法都見不到 這麼古怪? 這麼熟後面的一個女孩 我是不是吃她的 鬼? 我真的不相信這個世上有鬼 那不是鬼, 就是人 如果是人的話, 她會在哪裡? 再不走就被人發現了, 你能走嗎? 我認為她很像一個人 幸好走得快, 不然被人發現又被人發現了 你說我不想離開了, 還要四處走? 去哪裡? 餓尿 還說謊 我去找個潘少爺 你去找她? 有沒有被人發現了 沒有, 差一點點 我跟你說過了, 叫你不要四處走 你還去找人, 被人發現怎麼辦? 不是, 我覺得她很熟悉 在哪裡見過她呢?她叫… 她叫… 你認得她? 想不起 你還沒康復, 當然想不起 石堅, 姐姐也知道 找到你經常在這裡, 你會很悶 不如這樣吧, 姐姐跟你玩遊戲吧 先反吧 觸醫恩 觸醫恩說很傷的, 怎麼反法呢? 跟這家人玩觸醫恩 還要假裝鬼來玩觸醫恩 假裝鬼觸醫恩, 說好 消息假裝鬼 你先閉嘴 又好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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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梓華 是梓華 進來吧 是嗎? 是梓華 梓華 這麼晚, 有甚麼事? 我知道你不舒服 特地來看你的 最近, 我經常覺得心跳得很快 又經常都不能呼吸 他媽媽是否因為, 上次看到繼榮的鬼魂 所以嚇倒了 怎麼會呢? 我對繼榮就像親生兒子一樣 自從他病死之後 我也不知道哭了多少晚 如果真的可以看到繼榮的鬼魂 我開心也來不及了 又怎麼會嚇倒呢? 有甚麼事? 可能是停電而已 我出去看看 有人 沒有人 怎麼會?明明有人 你不可能 可以嗎? 可怕嗎? 嚇死人嗎? 即使假裝鬼 也不用這樣 只需要聽我的命令 總之由現在開始 我就是靈觀 你所說的每一句話 做每一件事 都要聽我的指揮 知道嗎? 甚麼事? 首先, 你第一 就要穿上次那套西裝 是繼榮 繼榮? 哪裡有人? 不是 真是繼榮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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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 第一句 我死得很慘 我死得很慘 這樣不行 不夠淒利 要淒利一點 我死得很慘 是很慘 我死得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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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他走 都沒有人趕誰走 不是… 是他…他走過來 第二句 誰害死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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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要淒利一點 知道嗎? 誰害死我的 我… 如果他… 如果他不說 你就要說 我要淒死你 我…死你 我…死你 誰害死我 沒有人害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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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死得很慘 他… 再她說我…你死他 我…我…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你… 不是… 不是… 是你… 你是誰… 不是你是誰… 鬼呀… 差一點他就說真話了 我叫你加那麼多對白 加那麼多,怎麼會差一點 追他 你回房師父被人見到 我去追 鬼呀…鬼呀…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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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甚麼 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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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 發生甚麼事 雞榮又出現了 他又回來了 是嗎 他在哪裡 他在那裡追我 我真的很害怕 是嗎 嚇死人嗎 我聽到有人在那裡叫 那就出來看看吧 小姐,你沒事吧 我沒事 不過他媽媽說見到繼榮 真的嗎 難怪我今天覺得 現在風山陣 我也覺得好像有人走進我的房間 你們也覺得這麼古怪 難道繼榮真的回來了 是呀…真的回來了 我剛才真的見到他 難道繼榮真的有心事未了 你可能有些事放不下 要回來跟我們說 為甚麼每次都是他奶奶 說見到繼榮雪爺 是他有事找你 還是你有事告訴他 不…我沒有事找他 甚麼事 你媽媽剛才看到繼榮 繼榮? 真的… 繼榮又出現了 他又來找我 他沒事的媽媽 他沒事的媽媽 冷靜點… 冷靜點… 繼榮找你幹甚麼 他問你甚麼 爹,媽媽她暈倒了 媽媽這兩天病得很重 經常亂說話 你不用管她說甚麼 我扶她進去休息吧 到底發生甚麼事 真的… 難道繼榮真的有心事未了 這個繼榮真是狡猾 竟然用迷藥迷魂乾媽 讓他不能說話 小姐,你怎麼知道他用迷藥 你不記得我讀哪科 我在英國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迷藥是甚麼味道 我剛才已經聞到一股哥羅芳的味 肯定繼榮剛才跟他抹汗的時候 借點耳迷魂他 爹,真是氣死人 只是差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讓乾奶奶說真話 那就是… 小姐,那我看看下一步怎麼做 暫時會有劍步走步 雞祖,你打算帶乾媽去哪裡 我去郊外別墅住住 去郊外別墅?為甚麼 是這樣的 雞祖說她媽媽因為想念繼榮成病 如果她一直留在這裡 她媽媽的病肯定會更嚴重 所以決定帶她去郊外 讓她好好休息一下 想離開這裡 讓乾媽沒機會露出馬腳就真的 真是救命 智華… 智華… 你認為怎麼樣? 這樣也不錯 這樣做對乾媽未成為一件好事 如果可以的話,你們也一起去吧 為甚麼? 我經常去公司 而且每天都做到好事 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媽媽 智華,你學過醫 而且媽媽這麼順利 有你照顧她 我就放心了 這是機會 乾媽對我這麼好 我當然樂意照顧她 好啊 有智華小姐照顧 那我更放心了 謝謝你,智華 不用客氣 那我先上房收拾東西 晚一點和乾媽一起出發 好啊 好啊 雞尉 不要… 不要…不要太擅長我… 不要太擅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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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你人家鬼 是呀 人家呀 鬼呀 你怎麼走 出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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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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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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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找 快點 快點 糟了, 石堅去了哪兒?千萬不要有事 我怎麼這麼容易有事 石堅 對不起, 姐姐 我弄髒了別人的西裝 你還說這種話? 你流很多血了 不要緊 你背部中槍 有點冷 不要緊 對不起, 石堅 還是我不好, 要你裝鬼累你受傷 不是, 挺好玩 你能不能也相信 不如這樣, 我們找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 來 有聲音, 別動 別動 那哪裡 我 你 怎麼 你 怎麼 你身體 很嚴重 對不起 石堅 怎麼 你身體很嚴重 為什麼你要這麼傻 用身去擋 你會死的 不要緊 兩槍而已 不中槍 不知道身體好 還說 石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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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香 很香 很香 石堅 你別睡了 不要 你別睡了, 石堅 你找清楚 糟了 他們追來了 你別睡了 你們別走 石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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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黃飛鴻嗎 他很喜歡冒認自己是黃飛鴻的 但其實他叫… 不是, 那個名字是我幫他改的 我不知道他叫甚麼 石堅 你怎麼會受傷 石堅 你認識他嗎 我是武田正黑 小姐 你… 好了, 別說了 有人要害他 麻煩你可不可以幫我送他去山頂 去教會裡, 為曼尼亞三女 好 那你不跟我一起去 不行 我要回去拿點東西 遲些我會回合你們 我先走了, 麻煩你 任翔樓先生 是 快把黃飛鴻上車 快把黃飛鴻上車 這邊 這麼多人 怎麼中槍都追不到 吉祖少爺 你喊這麼大聲想嚇死我嗎 吉祖少爺,小小已經睡了 今天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多事 這麼吵,她還能睡得著呢 吉祖少爺,你還不知道嗎 我們小小最不怕醜的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住在廣州的時候 一來拆樓,一早就淋淋淋淋的 但是小小的一樣睡得很淋 還睡到下午才起床 真的嗎 我阿珍做人的,又怎會騙著祖少爺你 小小才知道你睡了 如果吵醒了她的話,她就會帶發脾氣 小小最討厭人家吵醒她 究竟她睡著了還是不在家 小小才知道你睡了,只不過… 阿珍,你跟誰在外面說話 阿珍是我,繼續 阿珍,這麼晚了,找我有事嗎 阿珍,這麼晚了,找我有事嗎 阿…你這麼早就睡了嗎 阿珍,跟乾媽聊天 我的頭很痛,所以早點睡吧 阿珍,今晚有賊進來偷東西 被我開槍打傷了 是嗎?今天有沒有抓到那個賊 抓到了 那就太好了 後來發生了一些意外,又被她逃走了 阿珍,真是可惜了 阿珍,今晚這幾天不是經常說見到鬼嗎 會不會就是這個賊 阿珍,想不到你的想法和阿楊 阿珍,如果沒有其他東西的話 我真的想睡,因為我的頭真的很痛 好,那我先走了 阿珍,阿珍,給你一隻手筋 這隻手筋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嗎?我看過你用這種手筋 繼祖少爺,這隻手筋真的不是我們小姐的 看,我們小姐的手筋上也有一個紙 是這隻手筋的,但是你這隻手筋也沒有 所以不是的 好,不好意思 繼祖,如果沒甚麼事的話,我想休息了 休息了 好,休息了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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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鴻,我是靜香 不要香,我要阿珍 飛鴻 我是阿珍,不要啊,甚麼都要 阿珍 她的頭很興奮 她在發燒,快點找醫生 只說小姐就是醫生 那就好了 我現在要立刻幫她做手術 把身體裡的子彈摸出來 那我可以幫到甚麼 你做我的護士,瑪莉亞,蘇女 那我先出去 蘇女看見血會暈的 我不想多個病人 那我要做甚麼 你幫我讓她喝藥酒 我沒有麻醉藥,我免得她亂動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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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日本女孩, 你是世堅的甚麼人 和她這麼親熱, 怎麼也不聽她提起過 可以了, 昭華小姐 請你盡力救她 放心, 我一定會盡力的 雖然我打發過不少屍體 但我還是第一次和她做手術 你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謝謝你, 梓華小姐 不要客氣 如果當我是朋友, 叫我梓華 你願意當我是朋友? 實在太好了 那我以後就叫你梓華姐 你叫我靜香就可以了 好呀, 靜香 我要馬上離開 你幫我照顧她 放心吧, 我今晚會在這裡照顧她 梓華姐 究竟今晚發生了甚麼事 為甚麼她會中槍 雪梁華場 我待會有時間跟你說 是, 我問得看到不行 對了, 我明天會再來照顧她 麻煩你幫我照顧她 你慢慢走 石堅總算撿回一條命 我應該開心才對 為甚麼我的心有點酸 在她身邊有一個這麼溫柔體貼 善解人意的靜香照顧她 我應該為她高興才對 可是為甚麼我的心 肯定有點不舒服 為甚麼 難道我妒忌? 我妒忌誰? 靜香? 不可能 我為甚麼妒忌她? 難道我真的喜歡了石堅? 不可能 她現在傻傻地 甚麼都不記得 我哪有喜歡一個這樣的男人 小姐 小姐 任次郎先生 真的很對不起 我忘記了 你待會在外面等我 不要緊 我來看看你有甚麼需要我幫忙 我現在有兩件事要你幫忙 第一件事 請你回去告訴我哥哥 我今晚會去姐妹谷子家過夜 叫她不用擔心 第二件事 請你回去使館之後 不要亂說話 就說 我回家就行了 完全明白 總之今晚的事 任次郎甚麼都見不到 謝謝你 任次郎先生 那我先走了 你 你沒事壞 你沒事的 啊 神啊 你怎麼說 你幫忙 像我一樣 呀 啊 那 好功夫 好功夫 你別再笑我了 我這只是三腳貓功夫 判哥, 哪位大師沒有經歷過這些事 對了, 你剛才的三腳真厲害 可不可以告訴我這是甚麼功夫 只不過是花拳秀腿 對了, 繼祖, 請你千萬不要告訴爹 沒問題, 來 爹不讓你練功 所以你唯有偷偷地在他身上之前練,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以前我在寶芝林的時候 每天不練八個小時 最少也練六個小時 在這裡, 可以練一小時已經不錯了 只有這麼少時間 難怪你的功夫一點都沒有掌進 其實爹這樣要求你, 太沒道理了 你精通的事又不讓你做 總是要你去學做生意 老實跟你說 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寬哥 我有個辦法可以幫到你的 你說 你的師父王飛鴻 現在已經失蹤了 但是你的師公王麒英還在香港 我們不如找個機會約他出來 讓爹他見識一下你師公的功夫 然後再叫你師公去游說爹 讓他繼續給你練功 你又敢行不行得通 不管這個辦法行不行得通 也要試一試 因為我太想練功了 好 那你師公就由你去約 其他東西交給我 一總, 麻煩你了 師公, 你一定要幫我 幫我勸服爹 讓他讓我繼續在寶芝林練功 阿榮 這件事你怎麼看 這件本來是件好事 但是我不太相信周繼祖這個人 我看周繼祖這個人 他根本九口長什麼象牙 這個一定是陰謀 什麼陰謀 你想想 他想你把所有精神放在學武上 這樣你就不會再理你爹的生意了 這樣就有機可乘 關鍵是我不喜歡做生意 我只喜歡學武 師父教我一個模型腳 我練了差不多半年了 還沒練成 現在我爹又不讓我在寶芝林練功 如果就是這樣下去的 我功夫肯定會荒廢 他對著你 他對著你 他不是完全退銷 但是已經沒有昨天這麼興奮了 我已經照你吩咐 每四個小時 就為他吃你留下的藥水了 今天肯定可以退銷了 那當然了 姐姐你醫術這麼高明 辛苦你了 不如你回去休息 讓我來照顧他 那好吧 我先走了 程香 程香 你今天照顧他 你和他 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因為 他說他爹幫他訂了一頭身事 有嗎 這件事我不知道 其實昨晚 他半昏迷的時候 一直叫著姐姐 正在想 這位姐姐 應該是芝華姐姐 之前他的頭受了一重傷 失憶之後 他就一直這樣叫我 我可不可以 大膽就是一句 姐姐你是不是就是他的 當然不是 我最不接受 父母之命的婚姻了 之前我爹幫我訂了一頭身事 我不聽就從廣州 去了香港 程香 既然你知道他訂了親 你還不顧一切和他一起 程香認為 我一個人不一定要擁有他 只要他幸福 程香就會覺得很幸福 你的人真好 麻煩你照顧他 我想我還是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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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詳細告訴我 到底到底發生甚麼事 我已經辛苦了一整晚了 讓我洗個澡 換衣服 然後再告訴你 好 那你快去 飛鴻 你終於回來 好 好 溫印尼